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哪一个恐怖组织有这么强的力量 而且还一次炸四个地方 它还相隔有点距离 你说是恐怖组织或能够干出这种事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他为什么今天又发现第四个 这表示什么你知道 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根本没办法修复 目的就是这样 我要让你根本没有机会修复 因为本来之前发现 那两条管线都被炸掉的时候 当时他们估计是三四个月有机会修复 现在再多一个我看你怎么修 目的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炸坏了就是修不了 修不了的话就看你们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阳谋了 那你说这是俄罗斯干的吗 我真的觉得 俄罗斯人只要把它关掉不就结了吗 而且他现在正在关掉 所以他干嘛去炸它 它有病吗 而且要干掉这个管线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它里头是钢板 很厚的钢板 外层是水泥 所以你要去打破它没那么容易 70米以下深海破坏天然气管道 根本他说这是国家行为 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行动 那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谁有这个能力呢赖老师 我觉得刚刚寒冰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天然气管它的结构 一个是不锈钢 所以它很硬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用钢镜混凝土包裹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在海底下 要在海床上 70米喔 对这个还算不算太深 但是它要在海床上 那它这样子一个 所以它要承受很大的水压 我们都知道水压一直往下走的时候 它压力会一样越大 就像挤牙膏一样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它承受的压力要很大 那因此它是非常坚固的 那在70米下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人不可能浅那么深 也就是你经过再怎么特种训练 你也不可能浅那么深 因此一般来说的话 它一定是训练非常良好的军事人员 第二个呢是非常精良的军事设备 所以通常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就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水底下的机器人 就是透过水底下的机器人的操作 把这个炸药放在管线方面 然后再去引爆 另外一种呢 那就是用深水炸弹 也就是可以用直升机 或是用飞机 一般来讲用直升机低空飞行 也就是避免雷达扫到你的情形 这样低空飞行 然后抛下这个深水炸弹 然后去把它炸破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这一定是用军事设备 非常专业的军事人员 再加上有非常良好的 海上的这个作战能力 那各位想想看 具备这些条件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 坦白说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个条件 那老师那这边有人就说 可能是不是有三个国家 有嫌疑 一个叫俄罗斯 一个是美国 还有一个说指到的是波兰 说俄罗斯为什么要说它 是因为欧洲有安全官员 在事发附近地点 发现俄国的海军支援舰 那美国的话呢 除了昨天我们其实有谈到 拜登有讲过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保证结束北溪二号 而且其实我也查了一下 在今年的1月27号 前美国的副国务卿纽兰 Victoria Newland 他也曾经讲 有关北溪二号 既需要跟德国进行 非常有力的对话 但如果俄国侵略乌克兰 北溪二号不会前进 所以这话讲的跟拜登 还真有一点像 那当然那你说 光是讲俄罗斯跟美国 哪个比较有可能呢 好 先讲 当时北溪二号线就是俄罗斯的公司 跟德国 法国 波兰等五个国家 欧洲的国家五个公司 所联合组成的各占股权一半 是 那90亿美元 花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去盖这条北溪二号线 而当时是谁反对最利 就是美国 英国跟乌克兰 这三个国家最反对 而且全力去阻扰 去破坏 就是不让北溪二号线完工 所以美国在去年的时候 就下了制裁令 因为当时已经 只是要最后一里路 快要完工了 美国就说哪一个国家 那么支援俄国跟欧洲 把它完成的话 它就制裁那个国家 而当时承包这个工程 是瑞士的一家公司 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一个天然气海底管道的 一个普斯兰的一个公司 结果瑞士下到了以后 瑞士就抽单了 也就是说终止了合约 那当然这个官司还在打 最后是由俄国 用俄国的国家的力量 然后去用很缓慢很缓慢 把它接完 所以韩冰讲的没错 如果俄国不要 这个天然气走的话 它关掉就好了 而且事实上 它也没开通过 没有营运过 它是底下当时 在试营运的时候 有天然气在里面走 所以那个天然气 是还留在那边 并不是俄国的天然气 继续在输送 所以俄国破坏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零 因此欧洲的安全官员 这样的一种指涉 坦白说 是极不负责任的 而且也不道德的 因为俄国跟欧洲 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我自己建的管 然后我自己把它炸掉 然后我自己关掉就可以 我怎么用这么笨的手段 那我是觉得我们要问的是 哪一些国家最反对 美国最反对嘛 再来就是英国 再来就是乌克兰 可是乌克兰 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您讲到说波兰 波兰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能够渗透到丹麦的海域附近 华威瑞典的海域附近 然后无声无息 然后雷达少不到 而不要忘了这个地方是 美俄 现在北约跟俄国很紧张 所以北约的巡逻是很密的 因为这段时间 他们害怕俄国攻击到这边 所以你看CNN说 欧洲安全官员在设施地点 发现俄国海军的支援舰 这表示什么眼睛睁大大的 一直在看俄国的船 有没有经过这附近 这代表监视得很密切的时候 还爆发 而且还没有人知道 那您想怎么可能会是俄国 那当然只有一个国家 跟北约跟欧盟关系非常密 而且当时根据这个 有直升机的航线轨迹 发现就是北溪二号线的这条轨迹 那个国家就是在大西洋的彼岸 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有能力的就是想都想得出来 有能力的就是那个国家 有意愿也是那个国家 然后最终拿出肥皂粉在联合国 说这是伊拉克的核武的也是那个国家 然后还有在叙利亚 说这个有化学武器 那最后发现根本不是化学武器的 也是那个国家 所以那个国家跟我们台湾的 那个党很厉害吧 好 接大使 所以呢 所以俄国现在他们也讲了 愿意帮助北溪管道遭破坏的调查 然后联合国安领会说礼拜五要开会 紧急会议啊 那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说了 欧盟一定会对此做出最强烈的回应 但德国讲这句话就有点妙了 北溪管道破坏可能会出动北约条款第五条 但如果是美国所为 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了 这个安领会开会是俄国提出的 俄国提出要求 安领会来讨论这次油管遭破坏事件 那其实我们往后看 因为说油管现在附近还是不太能够过去 因为它这个状况还有点危险 是 有人说两个礼拜 有人说更长 不明确 可是我们假设这个 这个查出来以后 有证据显示是某一大国 区域外大国 某一大国 在大西洋另外一边 既有能力的 这个事情我认为能力是关键 能力对 比动机还强 这个能力真的很困难 你现在去想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水域 你看俄罗斯舰艇中常常被看到 美国舰艇应该常在那个地方 对 对大家都来我来来往往 对 而且你进入到丹麦经济水域 对 而且那个地方在一个岛的旁边 然后这边就 这边很近的 那个水域是很窄的 可以改在那边下手 你想想看非常不容易 那我认为如果查出来 甚至区域外某大国 美利国 那这个问题很严重 很严重 这会严重到把这个过去二次大战以后 所形成的那条跨大西洋联盟 会把它做一种 根基性的腐蚀 那个互信就完全没有了 那抓这个证据确凿的话 事实上的话 我想将来欧洲的战略自主 就从真正的战略自主 就会从这件事件开始分道扬镳 跟美国就分道扬镳 这个互信没有了 对啊 所以你对我下手 对 而且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对我下手 对 这是不可饶恕的 不可饶恕 韩冰 那你如果真的就像德国讲的 这自己人下的手呢 好朋友做的呢 那就很麻烦了 他就说情况就复杂了 那而且俄罗斯的政府发言人 也忍不住就讲了 他说 你们去猜俄罗斯所为 这是意料中的事 但这样猜是愚蠢的 美国天然气供应商对欧洲大陆供应 可是提高许多倍呢 他们非常非常想继续延续 他们的超级超级利润 所以他在暗指谁 这一听不就懂了吗 然后现在北溪管线的爆炸 可不只是德国跟俄罗斯的资产损失 因为还有包括什么 他这个公司呢 特兰法国也有两家公司 各持有9%的股份 所以这个账到底怎么算 这个看起来是对俄罗斯跟欧洲都不利的一个东西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像我看你们这边还有人写说什么 俄罗斯想要因为这样子逼欧盟谈判 都炸掉了还谈什么办 他如果还握在手上还有谈判的 他已经炸掉了还谈什么 他现在想给你也没办法给你了 那还谈什么办根本没得谈 手上的筹码我自己把它毁了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要阻断谈判之路 才会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个 你讲的非常客气 波兰人是直接讲说美国干得好 他直接在讲就是美国人干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蛮明显的 因为以能力来讲 以动机来讲 然后说真的 美国就在这个案子发生前几天 他们才在那附近做演练 他们的船舰在那边到处跑来跑去 连他的直升机都在海上飞来飞去 所以你说谁的谐音最大 我真的不要讲 那德国为什么会讲出这么尴尬的话 其实德国受害最深 那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是美国干的 德国在联合国其实发言权是很低的 他其实蛮惨的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如果 我认为不可能查出来 那个联合国大概查到一半就不敢查 因为如果真的查出来的话 欧洲跟美国一定会翻脸 因为整个欧洲反美情绪会整个大爆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敢查下去 海黄鲍鱼干杯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相有折扣喔 好